你怎麼看騰訊 股價都其實壓住了在三十多元一段時間 接下來有沒有機會說都是這些水平 還是會不會再試低位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昨晚的市況很差 那份業績 你先講一下業績才對 業績其實真的在收入上面 原本市場對它的預期已經不高 但對你也比預期差一點的 但是我猜大家是好看的 其實大家都預期了遊戲上 它不會有太多話說到的 因為縱使內地放寬了很多內地的遊戲版號 其實又不關騰訊的事 那大家都會知道就是靠廣告 那你廣告呢 其實大家都會明白 你無論L稿又轉了 還有第二就是很直接一個 你經濟前景比較暗淡的時候 你做生意都不下那麼多廣告 你通常是想著 你只有兩個很極端的情況下 你會願意下很多廣告 要不就是你覺得非常看好 要不你覺得 我很不看好 但是我很獨特 我覺得我這個想法 或者我這個產品 是可以打出一片天的 那就會在低位去做很多 經濟差的時候做很多廣告 但是這個是小數 那現在變成你見到這次的業績都看到廣告 又是不太行的 那你變成其實你現在好幾個增長引擎都不行 那你當作家裡去看cloud那樣的 那又是 其實這件事又是跟企業的發展 整個經濟體系又是有同步的 那所以幾樣東西 它做得差 其實我覺得是市場預料的 那最重要就是 覺不覺得去到很差 那我不覺得去到很差 要懲罰性很高 就是我們會甚至這樣看 昨天很若略 看到它份業績的時候 其實都是覺得 你既然差過預期 certain amount 那我們會猜 那你的股價 就是我當一下 如果你是差過預期六七個percent 你的股價就跌回六七個percent 就是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你見到昨晚 或者叫今早開 就是六七個percent的 那我想說 其實這樣應該是要當它加分的 那我不知道之後一開始 就是今天整個下午那些 但是我會想說的就是 如果大家都只不過是昨晚 市房那麼差的情況下 都只不過是反映回 它的業績錯過了那個gap 我覺得其實是不算差的了 你見到昨晚 美股是大跌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位 我都是說動力 我看不到有些什麼動力在這裏 業績我都看不到有些什麼大家很期待 就是你的新發展方向是怎樣 都是沒有的 沒有就當它繼續一般這樣 但是我剛才反而沒有很 detail 說騰訊業績之前那一部分 但宏觀面那一部分我覺得比較重要 因為既然我們都已經抓到某些 經濟數據可以做indicator 那其實大家不斷去看著 究竟retail sales 就是相關的數據 是不是可以有個見底回升 是的 如果見底回升 因為重要的就是你的經濟數據是跌了下來 但是你的股價經歷完剛剛這一個多兩個月 雖然那個時間很短 但我相信有些人會覺得這一個多兩個月 每過兩天是好像過了不知兩星期以上 是很辛苦的 有些人會覺得 是的 即我們會看到有些 自己說長線投資者說三至五年 誰知道他三至五天已經有反思 不停地看 是不是不對呢 自己這樣 是的 但是其實我會想說就是 那個股價在這麼差的情況沒有穿底 你就會變成其他東西很容易是 會成為你將來的一個基數效應的一個跳板 是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assumption 你當作是assumption 之後我們都是說 你都要尊重price action 你說如果它突然跌穿 就是之前的低位大概三二五那些 那其實你就等於剛才我說的那些 三角形有機會失手的 是的 但是如果不跌穿 由剛才我說的assumption是發生的 你就預算開始走一個很大的橫行區間 即向上你可能是望著不止是400的 即可能你就會當大家會不會是觸 究竟內地的經濟是見底那些東西的 那一刻我會預算區間就到時會調高一格 但是一步一步看 即今天特地說定就是我們已經想好之後 大概兩步的一些怎樣配合 和經濟活動和市場反映的一些想法 看到都越跌越多 開了市之後剛才跌了8% 但是當然騰訊就是很多時候 大家之前就真的覺得可以擺在這裡 不用怕中長線 但是現在這個信念已經動搖了一段時間 你自己又覺得它還是不是一個不重要的 即中長線看幾年的事 首先我不覺得仓裡面應該有很多股份 是覺得你不需要你中間的波動 是的 即我猜這個信念是2020年 即那時候可能現在回看 很多人可能說2021 累了很多事 即有些人覺得你看看很多財務自由基金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捏著股份 但是真的不是一隻可以的 所以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你可能即使很有信念 你都是某你的倉裡面最多佔你兩成 或者三成已經很高了 因為你中間沒有人會猜到你的波動 是可以有幾大 甚至可能有些原本跟你說 可以這麼長的 其實可能自己減了倉也不出奇的 但是因為甚至我覺得 很多人都喜歡拿Amazon的故事出來說 是的 但是有幾多人是可以忍受到Amazon跌六七成 你是不去減倉 甚至 其實不減倉也要加分的 如果你加上倉更厲害 更厲害 是的 但是真的是少數 而且你是拿個別的一些例子 就是等於 其實這個例子就 由坊間很多KOL說 甚至連契馬都拿出來說 那我純粹想提 這個不是一個必然的事 說你捏得久的一隻股份就一定是好 那尤其是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要看淡ATM的 是的 但是是否 是否 應該經常這樣去想 不理中間的波動 我有保留的 是的 我有保留這個想法 但是補充多一點 這一刻 我不會特別去看 說ATM那一隻個股真是覺得好一些 不好一些 那個原因是我自己覺得這個板塊到時一動呢 其實大家是應該有一個一致性很高的 有觀眾的銷上問說今天鬧有沒有機會 不過他沒有想著是否有幾短線操作 是 我猜操作上就跟剛才的說法都說了很大部分 所以操作上我都是看著究竟 那三角形是否能守到的 就是剛才應該我說過325元附近 你在這一刻其實 其實你就看會不會再試一試那個位置 如果不試的 其實你的直拼率是我自己覺得高的 即是你就算上網 你當是剛才我說過三角形的下降軌 其實都應該有370多元 甚至如果你在這個時候拼的話 就是拼會不會穿三角形的頂